长久以来与你口无相泄措聊的农地因为没有经过重划 这131公顷的面积没有出入的农路 也没有灌溉排水系统 这农民耕作是非常困难 加上地势低以淹水 很多农地都因此而荒废了 而经过地方跟中央的共同努力 终于是获得了7200多万元的补助款 将在明年推动农地重划 以及农水路的工程建设 这场农地重划说明会 在口湖乡泄措村顺天空庙前广场举办 县府地震处人员特别下乡来说明 想起以往种种耕作的不方便 期待很久的乡民很高兴 最好啊 最好啊 那没有 哪里 那这有档桿好了 没了 本来没漏的吗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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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不太清楚 没了就像�arre啊 以前 如果没有中央建前 既然水路要像柬无枯 这可以到达江湖之后 他无水了 要清除的时候 要照五枯 这可以清除 一天 你如果楼上去 这个湖就大了解一下 为何这个重划案一拖就是二三十年 县长李靖勇表示 经过各界的努力争取 中央终于提高补助金额 另外也将解决淹水的问题 长久以来农民权利受损 这次除了获得解决 包括农地虫化 淹水问题 另外中央也补助金费 改善顺天工的庙前广场环境 还有新建绿美化的工厂 地方很感谢 这一次县长李靖勇率领地震处水利处人员下乡 向民众来宣告这个好消息 将在明年推动农地虫化的工作 获得虫化的地主欢喜庆祝 记者范红坤云林县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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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好消息